占领行动第63日 继旺角凌晨爆发冲突之后 早早回复平静 在凌晨的冲突中 警方一度封锁西洋蔡南街 通往阿佳路街的路口 到今早早已经解封 交通回复正常 在阿佳路街和尼敦道的十字路口 仍然有不少警员站光和巡邏 在场戒备 以防再有人冲出马路 在凌晨最混乱的时候 警方施放胡椒噴霧驱散人群 至今28人被捕 涉嫌非法集结 集警和藏有攻击性武器 8名警员行动中受伤 由郑明辉讲一下冲突的经过 大批聚集在西洋蔡南街的市民 举起雨姐和警方对视 你们现在正在参与的一项非法集结 请你们立即离开现场 去后和平散开 有人向警员订野 雨姐这些襲击的行为 是相当不得无招 午夜时分 聚集人士逐步向警方推进 警员手持胡椒噴霧戒备 不久大批机动部队除即介入冲向人群 不断挥动警棍驱赶 部份人被推卖墙 有人被制服并且带走 有人不惜需要送丸 人群之后转到其他街道聚集 洗衣街队出马路 有人声称要收拾 马路一度被堵塞 也有不少人走到市游街 去到凌晨大概三点 人群才陆续散去 部份人沿尼敦道行人路来来回回 最后沿海旁道广东道走到尖沙咀码头 去到清晨的时候陆续散去 一架停泊在西洋蔡南街的警察电单车 在冲突期间被毁烂 车头和两侧的讯号登选位 星期五晚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 聚集在西洋蔡南街 尼敦道等声称要买东西 去信我那边买东西 为什么你们是网上号召 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人一起买东西 旺角每个都来的 旺角买东西 多间商铺需要提早闪门 你要靠门可以去靠门 但希望你们不要坐着去做门 有人在红人过路灯 转为红色的时候逗留在马路堵塞交通 一二三 红路街 过马路 要小心 警方谴责示威人士在旺角区非法集结 堵塞道路等等的行为 重新会果断执法 维持公共秩序和保障公共安全 行动之中有八个警员受伤 当中两个人因为被示威人士投扎硬物 而击中受伤 亚洲电视记者 郑明辉报道 亚洲电视记者 郑明辉报道